哈囉大家好,我是Sara 現在呢11月左右就是溫哥華開始要變冷了 那有時候晚上可能只有4、5度左右 不要看外面的太陽很大,其實出去還是很冷 那這麼冷的天氣有時候就是會想要窩在家裡 不想出門嘛 不過呢這時候11月到1月這個期間呢 也是最多燈展的時候喔 所以就像外面有點冷 就是你還是有動力會想要出門看燈展 我啦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就是雖然外面很冷或是下雨 還是想出門呢 那這次呢想要帶大家去看的是一個已經舉辦4年的 Lumia Vancouver 就它是一個燈展的活動 那今年有超過25個燈飾可以欣賞 而且呢每一個燈飾它背後都有它的故事 而且還有一些是可以互動的 對就還蠻有趣的 不過呢我其實今年才知道這個活動 那我的影片出來的時候雖然燈展已經結束啦 不過呢還是有一些燈飾會留在現場 大家還是可以去拍拍照啊 看個燈飾這樣子 那每個地點的燈飾它其實也都有不同的主題 那我們就一起來去看這些燈飾吧 這個作品呢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三輪車 那這個作品它參加了很多的像科學博覽會啊 藝術節 還有出現在舞台劇的表演中喔 那這是一個也可以讓大家去互動的作品 你可以透過自己的雙手呢 雕刻出秋林啊 山谷啊 河流或湖泊這些的 應該是被這邊還有活物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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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非常大隻的灰熊呢 它有7公尺高 這主要是希望只有這個燈展一下 比精神的野生生態致敬 那今年已經是第五年展示這個燈飾喔 主要是表揚在文革華周邊水域的金魚 那這個作品呢 如果你走到屏幕的後面呢 螢幕上就會投射出剪影喔 所以它也算是一個互動性的一個作品 這是一顆有著2.7公尺高 而且重達113公斤的心臟 為你把你的手呢 放在感測器上面 透過裡面的LED燈 呈現出你的心臟的節奏 那這作品呢 它是兩個巨大的古董 萬能鑰匙和鎖的一個造型 那這區會有蠻多的互動性燈飾 這個作品它是一個幾何雕刻系統 它的照明很特別還可以客製化 在晚上會發光 而且在白天的時候 會用分色板反射陽光 這個作品就像一個大拱門一樣 當你走在拱門下方的時候呢 燈光就會在拱門之間有變化 在這作品中呢 大家本身就是一個藝術品 因為呢 你只要走到屏幕前呢 就可以在牆壁上創造出彩色的陰影 那有人走進燈下時呢 枯燥的白色燈光 它的表面就會變成五彩繽紛的景象 不知道大家覺得這些燈是怎麼樣呢 就有人去看了這些燈飾了嗎 對 雖然它這個活動其實有點短 那它有幾個燈是在English Bay那邊 會到1月才會結束 所以大家還是可以去看看啦 而且這個燈展是免費的 雖然大家可能今年沒有看到的話呢 也沒關係就是明年應該還會有 除了這個燈展之外呢 其實從11月到1月呢 還有很多的燈展可以看喔 那後來我在找照片啊 在找這些活動的時候 才發現原來我已經看過很多燈展了 對我在去年看過蠻多個的 那就來分享給大家吧 第一個是在Stanley Park的Bright Night 這個活動呢 它是從11月28號到1月1號 Stanley Park裡面小火車的那個廣場呢 有大概300萬盞的燈 而且呢你還可以坐那個小火車 它的燈飾主要就是聖誕節的燈飾 那我覺得小火車還蠻適合小朋友去坐的 那這小火車就是要另外買門票的 不過如果你去裡面看這些燈飾的話 是不用錢的喔 第二個是Cappiano Suspension Bridge Park的 燈飾 對 那這個燈飾呢 我去年是在12月底的時候有去看 然後呢 我那時候也有拍了一個影片 就是大家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那晚上呢 就是它整個公園裡面全部都燈飾 就非常的壯觀 然後呢 你走在吊橋上也可以看到 反正就是整個很夢幻的感覺 不過呢這個時候去啊 像我是12月底去 其實真的蠻冷的 我那時候呢 就在拍照的時候 就整個 因為我沒有戴手套 就會手都在發抖 所以手都覺得快要凍僵了 所以大家去 如果是12月的話呢 就是盡量還是穿寶暖一點 然後可以戴著手套 那Cappiano的燈飾是從 11月22號一直到1月26號 所以大家有蠻長一段時間 都可以去看這個Cappiano的燈展喔 那第三個呢 是在溫哥華市區的一個聖保羅醫院 它外面的牆上會有燈飾可以欣賞 它其實這個活動已經舉辦蠻多年了 那我是去年和前年都有去看 那我去年還有看到他們放煙火 結果我有拍了一個小短片 今年呢 今年呢是在11月14號的晚上6點 他們會就是點亮它外牆的那個燈飾 那外牆的燈飾有10萬盞的燈泡 這種11月14號一直到明年的1月6號 希望可以藉由這個活動啊 就是募款給一些需要的患者這樣子 對所以如果大家去看燈飾的同時呢 也可以捐個錢 再來是在Forelli附近呢 距離Forelli大概10分鐘的車程 也有一個燈展 那這個燈展它其實有兩個 一個是在秋天的時候 主要是要慶祝秋天來臨的一個室內燈展 那在聖誕節 就是快要到聖誕節的前面一個月 也有燈展 是從11月21號到1月5號 所以也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那這個燈展的主題就是Christmas聖誕節 因為它是室內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方便 因為就不怕會下雨嘛 還有一個是呢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小朋友 因為裡面會有那個小火車可以搭 然後裡面還會有那種小農場 對所以你可能可以看到羊啊 或者是兔子之類的 帶小朋友去玩 應該是還蠻好玩的 那我是去年10月的時候去的 那時候是秋天嘛 對然後那時候就是 裡面有很多的南瓜燈 然後也有坐的那個小火車 那這個活動呢 就我之前也有拍過影片 第五個是在Suri的Bear Creek Park 那它裡面呢也有燈展 我記得我去年好像也有去看過耶 這個燈展的時間就比較短一點 是從11月2號到11月15號 對 所以大家 喔 而且也是免費的 不過呢就是晚上也是蠻冷的啦 第六個是在高桂林的La Farte Lake 然後它是一個環湖的燈展 那我去年也有去耶 就是在12月 對我好像去了好多個 那時候就是還蠻不巧的就是下雨 所以又超冷的 那我覺得它這個活動還蠻貼心的 旁邊有一個那個帳篷 然後帳篷裡面有火爐 然後那時候我們大家都在烤手 它火爐是在上面 然後就是這樣烤手 就很像在膜拜什麼一樣 就還蠻好笑的 不過這個燈展只有一天 是在11月30號的晚上 然後呢晚上還有煙火喔 去年好像沒有煙火 還是我沒有看到而已 那第七個呢 是在Harrison Hotspring的一個燈展 這個燈展呢 我就沒有看過了 不過呢 我是有去那邊泡過溫泉 就有拍過影片 對 大家可以看看之前Harrison Hotspring的影片 如果大家想去那邊泡溫泉的話呢 還可以順便去看看燈展 它燈展是在11月23號到1月12號 就是一種泡完溫泉呢 又可以出去走走看燈展 就是有一種一舉兩成的感覺 對 反正大家可以去看看啦 本來我只列了七個 那我後來還想到了 對 我去年還去了一個歐若拉Festival 就它其實也是一個燈展 那它也是從11月底開始的 就有點像小型的遊樂園 它也沒有摩天輪啊 然後還有那個溜滑梯 不過呢它裡面的這些 都是需要另外再收費的 就你進去的時候會有一筆門票 那我今天要介紹的燈展就是這些啦 其實還蠻多的耶 其實還有這些 像是在Burnaby Village Museum的燈展 還有在溫哥華市區的Christmas Market 是從11月20號到12月24號 那這些燈展就給大家參考看看啊 那說明欄也會放上 就是我上面有提到的這些燈展 詳細的網址 其實大部分都是免費的 我覺得超划算的 對啊然後還可以拍妹妹的照片 如果大家也有去過這些燈展的話 也可以跟我分享 你覺得哪一個超棒 你覺得會每年都想去的燈展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囉 謝謝大家 記得要聽我頻道還有按讚分享喔 掰掰 六人是溫哥華的在地旅行社 提供了在加拿大一日的在地體驗行程啊 多日深度自駕還有套裝遊喔 影片底下會放上六人官方網站 以及聯繫方式 想要體驗加拿大不同的旅遊方式嗎 記得可以去追尋六人喔